这个世界突然当生了一只变异的邪恶学魁蕾 这个学魁蕾无恶不住 囚禁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村民 并且还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弹跳板的世界 而我载载回忆作为正义的使者 决定拯救这个世界 那么我能否通过做任务和杀神交易或者资源 最后击败邪恶学魁蕾拯救村民呢 感觉主播能够完成挑战哪个一 感觉主播挑战不成功的发这个谁也打不出来的汉字 不相信了你可以去试一试 可以看见了咱们前面呢就是这个邪恶的学魁蕾 这么大的学魁蕾你们肯定没见过哈 不过啊这个学魁蕾按道理来说应该没什么攻击力啊 咱们直接用 哎呦我去这个学魁蕾直接把我给秒了我吐了 没办法咱们还是得发育一下 可以看见了在我们前面那个告示牌 只要你能击败超级变影将是我这个所有长安点赞扣溜溜的观众一人一杯奶茶 哎呦我去兄弟们你们想喝奶茶吗 想喝的你们可爱的小手还不赶快点起来 什么你不点不点加息取消 可以看见了在萨神的商店里面呢可以用弹跳板交换一些物资 关键是这里面还有科兴罗利我吐了 哎呦我去不管了总之咱们想要挑战成功啊 必须得用手打一个弹跳板 哎呦我去怎么不掉弹跳板啊 兄弟们难道我们挑战失败了吗 哎兄弟们这里呢有个箱子一人一个点赞暴走 看来这个箱子应该是我们通关的关键 所以兄弟们帮忙点一下吧 什么你不点不点作业翻倍 兄弟们开个玩笑哈 咱们直接给它不走 可以看见了这个箱子里面的一把稿子和一个罗利卡片 所以啊刚刚点了的可以把这个小姐姐拎走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也不浪费时间啊 直接呢用这把铁稿子稍微挖一点点弹跳板 接着跟萨神交易一下 我们现在呢拥有41个弹跳板 首先呢找萨神交易一个树苗和泥土 最后咱们还可以交易三个墨影炸弹 那么有了这个墨影炸弹之后啊 我感觉我可以不用挖这个弹跳板了 咱们直接炸我炸 哎呦我去事实证明啊 用这个TNT炸出来的弹跳板太少了 还不如咱们一个一个挖收集的块 那么首先呢咱们把这个树苗给种上去 接着发挥出我干地的特性 咱们小小的干一点点弹跳板 OK啊咱们把铁稿子都挖爆了 一共呢挖了155个弹跳板 那么有了这些弹跳板以后啊 咱们首先呢交换一个钻石稿子 可以看见这个红屋子钉头锤也只需要500个弹跳板 咱们下一步呢去交易这个钉头锤算了 毕竟啊有了这个钉头锤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连锁挖弹跳板了 对了咱们来试一下看这个墨影炸弹 能不能把这个雪葵勒给炸个屁 喂不是吧 我丢一点血都不掉的嘛 这也太恶心了吧 兄弟们看见这个雪葵勒这么强 我露车里面表情包 第三个表情快发出来看一看吧 哎话不多说啊 咱们接着挖弹跳板吧 这次呢咱们的目标是挖500个弹跳板 把这个红屋子钉头锤给做出来 兄弟们挖得太无聊了 咱们合理安排一下时间吧 OK啊兄弟们 咱们成功地挖了500块弹跳板 什么你们让我多挖一回 兄弟们呢不着急啊 下次呢我再给你们合理安排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红屋子钉头锤交易一个 那么有了红屋子钉头锤之后啊 咱们挖掘的数字就会快很多很多 这把刷的一下咱们就挖了2000个 正好啊咱们可以多交易一点这个墨影炸弹 把这个科技挪力呢咱们也交易一个 那么接下来准备个屁吧 雪葵勒 哎呦我就烦死了 咱们直接一个科技挪力 瞄真是啊给你面子了 哎呦我去等一下我的村民呢 莫非这些村民也被科技挪力给消除掉了啊 好吧兄弟们怪了咱们消灭了 但是啊这些村民也没了 所以我这个算不算是挑战成功了呢 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哈 那么话不多说啊兄弟们 咱们下期视频见 咱们下期视频